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厨房想和你们分享一个我在淘宝买的厨具 这个是一个10公升大的 容量是10公升的汤桶 我想买一个很大的汤桶 因为我平时煲汤的最多是5公升 很多时候多人饮用 多人吃饭的时候 那个汤桶就不够大 又或者有些时候你煲汤的时候 有些汤要煲2-3个小时 如果一个5公升的汤桶就不够大 那我就想买一个10公升的汤桶 但是外面很多时候看到都很贵的 这个我在淘宝买的 应该是$59人民币 其实不止10公升的 因为它里面凉量水 它是到打横的那个线 就是10公升 即是说它是预你放了所有材料 10公升之后 都还有一个位置 是让你煮沸的时候煮的 其实这个汤桶 我暂时昨天都洗了 再装一瓶水,先煮滚了 今早就倒了,我还未开始煮 不过我就介绍给大家,尤其是想包肿 我觉得一个汤筒非常好 因为想包肿,需要一个大一点的汤 计算港元来说,100元也不用 可以试一下在淘宝找一些厨具 今次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一条影片,就like,share,subscribe我的频道 还有欢迎来看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